为了响应世界地球日 三明区顶强律实质社区发展协会与市议员林玉凯 共同举办了2021三爱地球植树活动 邀请了奢载林皮实地周边的居民 一同响应环保植树爱地球 响应世界地球日 世界地球日就今年的主题是要修复我们的地球 那修复地球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落实去作为 但是社区有必须要补种树的需求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就做种树 那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 报名非常踊跃 就是希望说也能够体验一下这个种树这个过程 以及让他透过这样子的种树的活动 能够深度的了解社区的环境 过去奢载林皮实地公园 拥有大片的绿地与植被 但因为市府管理成效有限 因此透过号召周边的居民一起来参与 不仅学习爱护环境 也能够更加认识这块土地与社区 在现在市政府的养护经费 也不是那么充裕情况底下 我们认为让市民 社区的居民来参与这个公园的维护 应该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个活动 也包含让小朋友知道说 九番皮 色载林皮 这些联动的这个爱河上游的湿地 它过去的样貌是怎么样 然后以及这个湿地 它实际上面存在水质进化的功能 县长也安排了许多导览及解题的活动 让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体验 别具教育意义 让小朋友了解我们用了很多卫生纸 竟然花了那么多的植物 树木 我们就要让它种栽种回去这样子 让它知道这个环境种树很重要 可以减化空气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周边的住户与亲子 都能够更加了解所居住的社区环境 并且响应世界地球日 植树爱地球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 高雄报道